看看陳明通怎麼說的 我是林志堅的指導教授 我必須幫他澄清一下 這是陳明通親筆寫的 你在擺明的在指控余正煌嗎 我說余正煌 你現在去告陳明通加重誹謗 極有機會抄襲 請問你 你指導的兩個學生 為什麼論文會被互相指控抄襲 請問你 如果不是你把兩個人的資料互通有無 那這兩個人怎麼會互相的指導對方的學生 根本上應該開教評會 因為這個教授 顯然有股幣的嫌疑罵 台大畫錯重點 前面的人如果抄了後面的人 那我請問你後面的人的已經寫好 他為什麼不畢業嗎 為什麼要偷個半年到一年嗎 你講個理由來聽聽嘛 好 那麼 余正煌的口試是2016年7月19 林志堅是2017年1月3號 整整差了多久呢 半年 這個教授又補充說 以前以後不只是差一點點 差了很久 半年的時間答案已經很明顯了嘛 另外這次論文 余雲的指導教授陳明通也備受討論 我個人認為 他是使作用者 今天的這個審查會 根本要開的是教評會 我再講一次 台灣大學的社科院 台大不要裝傻 根本上應該開的是教師評議委員會 教評會評議的對象是陳明通 請問你 你指導的兩個學生 為什麼論文會被互相指控抄襲 請問你 如果不是你把兩個人的資料互通有無 那這兩個人怎麼會互相的知道對方在寫什麼 因為林志堅說 余正煌他不認識他沒見過 所以根本上應該開教評會 因為這個教授顯然有舞弊的嫌疑嘛 所以台大畫錯重點 你在搞學生幹嘛呢 你處理完了指導教授的問題以後 你就知道了學生的問題了嗎 那個時候在隨 隨 就是打折隨棍上吧 再加一個 小杖加一 不就解決問題了嗎 你不去弄指導教授的這個問題弄清楚 那擺明的就是要大肆化小 你想要直寫嘛 好我們再說 他說其實 呃這個事情 一爆發的時候 陳明通呢就出面為林志堅護航 稱說同所學長余正煌拿零的資料寫論文 只是余正煌比這個 呃林志堅早畢業 所以就會讓外界認為是 余正煌抄了 所以就會讓外界誤會林志堅抄了余正煌的 他這後面還有一句話沒講 但是意思已經到位了 就是陳明通認為 是你余正煌抄林志堅的 來 各位 看看陳明通怎麼說的 我是林志堅的指導教授 我必須幫他澄清一下 這是陳明通親筆寫的 不是四千字的 他在那個回應的時候 曾經先回應過一個短短的新聞稿 是余正煌拿林志堅的資料寫論文 嘿嘿嘿嘿 你這擺明的在指控余正煌嗎 我說余正煌你現在去告陳明通 加重誹謗 我跟你說 極有機會成立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你說余正煌拿林志堅的資料 什麼叫做資料 你為什麼不講清楚呢 論文也是資料啊 對不對 草稿也是資料啊 床頭筆記日記都是資料啊 你的意思是說 林志堅用了余正煌的選舉的 Data對不對 叫選舉的Data Data應該翻成數據啊 這個數據 其實是 是可以 這個 就是說這個 Survey Data 就是 量化的問卷的 這個 數據其實是可以通有無的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只要你不是偷來的 當事人願意給你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著作權或版權的問題 當事人公開過的資料 或他願意給你的 不然你也拿不到 所謂的Raw Data 你沒有Raw Data 沒有生的資料 沒有原始資料 你就沒辦法做嘛 對不對 好 所以陳明通在這邊做解釋哦 他說 問卷的設計 原始設計是林志堅 跟他的競選團隊 怎麼寫也是我先指導 林志堅 什麼意思啊 好 這個團隊 對 這個問卷是林志堅 跟他的團隊設計 其實我跟你講 更白一點了 民調公司設計的 99%都是民調公司設計的 很少有人 包括候選人 選舉跑團都來不及了 他還下去幫忙設計問卷 而且我說句實在話 你沒有修過 相當嚴謹的研究方法 你根本設計不了問卷 不要以為問卷就是隨隨便便問一問哦 你投給誰 沒有這回事哦 如果這麼簡單 我們就不需要學一種方法哦 一個問卷 要做 reliability test 還要做 validity test 要做性度檢驗 效度檢驗 檢驗完了以後 還要試做預防 預防之後 還要再做做 性度跟效度 看看性度跟效度 有沒有達標 沒有達標 看哪個題目有問題 那個題目要重新設計 這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哦 我講的是for學術的用途 如果你只要問 那種賽馬式的 我只要知道 誰百分之多少 誰百分之多少的支持度 那當然不需要 所以作為一個候選人 他不會去做學術的問卷的 他只會去做那個 誰贏誰輸 什麼人會投給誰 所以 這個問卷搞不好 搞不好林志堅怎麼看都沒看過 在這個問卷調查結果 蒐集完分析完之前 搞不好他根本沒看過問卷 我告訴各位 15就是如此 99%是民調公司設計的 那辦公室的主任 可能會跟民調公司的設計的人 稍微討論一下 可能會 好 再來 陳明通在第一時間竟然說 怎麼寫也是我先指導林志堅 所以這第一段話 其實就在影射余正煌說 那是余正煌抄林志堅的 不可能是林志堅抄余正煌的 不是這樣嗎 再來 後來余正煌因為一開始寫的 碩論計劃不理想 想換題目 他找上我的研究助理楊喜慧 我征得林志堅同意把林志堅的民調資料 給余正煌使用 並建議他換題目寫林志堅 同時 把林志堅當時初步寫的東西 前面幾張 尤其是研究設計 給余正煌參考 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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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庭上面要變成重要的證詞 看看陳明通敢不敢作為證 你知道現在這些東西沒有進法庭 我要是余正煌 我覺得 你真的要獲得清白 你就去告陳明通 真的 反正你告了以後 結果 不起訴 或者是無罪也沒有關係 至少可以釐清一些東西 可以調查一些證據 你應該不會跟我一樣倒霉了 就是說碰到像張文輝這種法官 就不對 他跟你傳都不傳你去判你敗訴 應該還不至於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這麼做 去告陳明通 那 人家或說你欺失滅圖 沒有關係啊 錢還有蔡十一怕什麼 蔡十一不是也告了他老師賀德芬嗎 所以 為自己爭親白去告也沒什麼不可以啦 好 那我們再看看 那麼 他呢 就 征得林志堅同意把林志堅的民調資料給余正煌使用 也建議他寫林志堅 而且把林志堅初步的東西前面幾張 尤其是研究設計拿給余正煌參考 什麼叫 你看這個地方陳明通就心虛了 什麼叫做尤其是研究設計 你給了就給啦 你給三張就三張 給兩張就兩張啦 什麼叫做尤其是研究設計 什麼意思啊 好 這個地方我覺得余正煌要站出來說 當時陳明通給了你什麼 不然你會 跳到黃河寫不清 最後 同時以口試委員的身份 給余正煌一些寫作建議 我必須在這裡直接踢爆陳明通 口試委員是等到 快要口試的時候才會有口試委員 不是一開始寫論文 或是寫論文的過程中就有口試委員 今天 在政經官表前面 只要念過碩博士的 只要指導過學生 都知道我講的是對的 就是說你的口試委員 是等到你的論文寫完了以後 你的指導教授才會去真正敲定 口試委員是誰 也就是說你在寫論文的過程當中 你只會跟你的指導教授 有往來 你不會在寫論文的時候就已經確定你的口試委員是誰 所以陳明通講這句話純粹是外行 再來 那當然就沒有以口試委員的身份給建議 如果他以口試委員的身份給建議 那是什麼 他拿到了余正煌的 出稿 就是他已經準備要口試了 大概口試前 兩個禮拜三個禮拜 有的比較魯莽一點的學生 三天五天前跑來跟你說 老師這是我的口試本 你氣得鬍子吹起來 你還是乖乖的幫他口試 因為老師我要畢業了 對不起 我的東西來不及 好 那 很簡單 所以 陳明通既然不是余正煌的指導教授 余正煌指導教授是李碧涵 那陳明通拿到余正煌的口試本 應該是口試前最多三個禮拜 了不起一個月 所以這個時序是完全顛倒的 陳明通 你不要以為這世界上沒有人指導過論文 好不好 我沒有你那麼厲害 一年可以指導我將近十篇論文 但我好歹一年也指導過三五篇吧 應該還有吧 好 最後 他說只是余正煌先畢業 因為他只剩最後一個學期 林志堅比較晚畢業 讓外界誤解林志堅抄襲了余正煌 其實過程是林志堅的論文 比較有原創性 哇塞 完了 陳明通 你護 這個嫌犯也護得太明顯了 今天是你該迴避喔 是你的證詞無效喔 你說 林志堅的比較有原創性 好 這是你的說法 所有學界看完你的說法以後都覺得 你這是豬班隊友的答辯 你這樣講 大家更不相信林志堅 好 我們來看看台大學術聯課委員會在幹嘛呢 這個教授呢 就 這個不知名的教授就說 陳明通其實一開始就做錯了 直指誰拿誰資料 誰給誰資料 他說 他說這就是有問題的學術動作 除非能提供 林志堅或者余正煌的證明 你完全講對了 你怎麼可以拿撰寫中的東西 給另外一個在撰寫的同學呢 哎 這個是不行的 他在撰寫中 他如果給你看 那是他 如果你是他指導老師 他必須這麼做 那你要替他的學術原創性保密耶 那如果 他是給了 給了就是要要口試錢給你看 你更是應該替他保密耶 在他沒有發表之前 你是不可以給別人的 萬一你給了別人 萬一林志堅看完了以後 提早的比 余正煌早畢業 那不是完了嗎 這樣最後不是 這個 嫌犯變成了被害人 被害人變成嫌犯嗎 所以 你這句話的說法證明了你已經 觸犯了學術倫理 你沒有讓當事人同意 卻把資料給了另外一位同學 最後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這個教授說 退萬不言啦 你就被蒙在鼓裡好了 請問你 林志堅的口試 你一定是 你不是會是 口試的主委 因為 口試的主席 因為指導教授不能當主席 但指導教授一定會是口試的委員 所以你一定在場 那余正煌也不用說了嘛 因為你自己說你是他的口試委員嘛 請問你這兩本論文 前後間隔不到半年 你都看過 你難道不知道 裡面有八七分相似嗎 所以我說陳明瞳 你這個做法 完全虎不了外行人 完全虎外行人 完全虎不了內行人 進到廣告 我們繼續看看 這個問題的核心在於 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蔡同學都沒事了 還回頭告人 告得虎虎生風 所以底下的人 就跟著學壞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